仁妖 仁妖這個詞的來源是出自於聊齋製翼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個來自東昌的書生叫馬萬寶 他和他的妻子田氏 兩個人都很風流很會玩 直到有一天 一個陌生女子來到村裡 說自己因為被丈夫虐待 所以跑出來寄居在他們隔壁的老太太家 因為女子手藝精巧擅長縫紉 常常幫老太太縫東西讓老太太很開心 於是老太太就同意讓她常住 之後女子又說自己可以在深夜給別人按摩 專制女性婦人疾病 老太太跟田氏說了這件事之後 田氏並沒有在意 之後有一天 馬萬寶從牆放間偷看這名女子 不看還好 一看就受不了 幹什麼 胸是胸 腰是腰 臀是臀 太正了吧 於是馬萬寶新生遺跡 準備讓妻子裝病騙女子來家裡 妻子就裝病叫老太太把女子請過來 老太太快點吧快點吧 兔子快疼死了 馬上來馬上來 但到時候請你丈夫不要進來 你知道的他對男人有陰影 田氏怕計謀無法成功 於是就敷衍地說 可是我家房間房門中那幾個 啊整天進進出出的 怎麼可能不經過呢 這樣吧 萬寶他晚上去舅舅家喝酒 我就叫他不要回家了 好吧好吧 那就這樣吧 於是他們夫妻兩隻密魔 一招狸貓換太子 想趁機把妻子換成馬萬寶 讓他們倆獨處 天黑後 老太太帶女子過來確認馬萬寶不在就走了 田氏就點起蠟燭 叫女子先上床後 自己也就脫下衣服 把蠟燭滅了 忽然這個田氏就找藉口離開 哎呀我廚房門萬能關 我怕狗跑進來偷吃東西 我先去關一下 田氏就跟馬萬寶禮貓換太子 偷溜進來了 等到馬萬寶上床後 女子就開口 哎呀我為娘子治病啊 說話的同時 手就慢慢往下 直到他摸到了馬萬寶的雄壯之物 蛤啊哦 Oh my god What is that 你是誰 你不是田太太 馬萬寶抓住她的手 哦 哈 你別想逃 我今晚吃定你啦 哈哈 於是馬萬寶伸出她的仙豬手 抓向女子下 Oh my god What is that 你是誰 怎麼比我的 還要大 老婆 老婆 怎麼啦 怎麼啦 她不同意是嗎 媽 拜託放過我 不要 救命 ちょっと待って 你到底是誰 我在王二喜 是古城人 我會這樣子 都是因為我哥哥王大喜是商村的弟子 你到底玷污了多少人 剛出道不久 不多不少是六人而已 毛丸寶想了很久 覺得自己被騙想告訴他討回公道 但又覺得 幹 他實在是太沒了 捨不得抱田天物 於是乎他一氣之下 就把王二喜閹割了 並且跟他說 你被閹割之後 一輩子都要跟著我 否則我就告訴你 讓你狼當入獄 王二喜別污他煩 只好答應了 不久後變裝失足 上衝士雞敗露被發現 正從下令捉拿所有的弟子 只有王二喜沒被抓到 村裡的人都懷疑 王二喜就是那個未娘 於是他們有一天就一起組團 去摸王二喜的下體 欸 真的什麼都沒有 真的欸 看來這個人真的不是男扮女裝的變態啊 於是乎 村民們就打消嫌疑 王二喜也跟馬萬寶開開心心 幸福快樂地生活了一輩子 死後也葬在了馬萬寶旁邊 這就是 人妖的由來